北港的朝天宫妈祖首次的冬旬 今年东台湾最大妈祖庙花莲港天宫 适逢37周年的宫庆 从11号开始到13号 特别邀请了北港朝天宫的妈祖 一同合体在花莲祈福绕境 双妈会一连三天将会徒步 加跳跃式的全花莲来走透透 港天宫除了送限量的平安米 花莲民产业者也将会免费的提供糕点茶水 来和民众结缘 花莲港天宫去年与白沙屯拱天宫妈祖 合体绕进花莲轰动全台 今年则再邀请北港朝天宫妈祖 一连三天盛大举办绕进祈福仪式 这是朝天宫妈祖三百年来首次东旬花莲 县长徐正蔚11日下午来到港天宫 亲自接驾分身妈祖 现场也聚集不少信众前来参拜 现场气氛虔诚 港天宫董事长赖荣文表示 这次的朝天宫及港天宫双妈会 将吸引不少信徒前来 行进方式包含车队 徒步及跳跃式落进 主要路线有花莲市及吉安乡 13日则下乡寿风 凤林光复瑞穗玉礼及富礼等南区乡镇 虽然国内疫情相对稳定 但庙方表示 避免人潮聚集带来的隐忧 能将会加强宣导极落死防疫措施 接着长方夜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封